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解冻不久 这里的韭菜才冒了一点点小苗出来 这是种的葱 都是去年种的 现在长出来看着不错 放了几个旧轮胎 半花盆用 这是去年里都长的莴笋 长得都很好 每个轮胎填上土 大小高度正适合掌握笋 今天打算在这个小菜地里种点挪乐 这个罗勒是我自己育的种 这些种在这块地里 还是合适 罗勒非常容易生长 可以反复收获 用来做台湾的三杯鸡 非常好吃 泡个小豆 加点堆肥 把小苗放进去 盖上土 罗勒生长的空间要求不多 每个植株间的距离5公分左右就够了 这些苗种在中间 完全没有问题 这些苗种在中间 完全没有问题 这些苗种在内容 这些苗种在这里 这些苗种在中间 这些苗种在身体上的苗种 辣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还有一些苗长得比较大 准备种在这个花盆里 这些苗和前面的都是一批芋出来的 但是因为芋种香不一样 花盆里的土都准备好了 这个芋苗盒很容易取出菜苗 轻轻拌开来每一颗就可以分开了 沿着花盆四周给它们都种进去 这些苗都比较大 再不移栽就营养不良了 有些叶子都有点变黄 是因为容积太小 一种合理不能容纳这么多 都长大的苗 移栽后环境宽松了 它们更容易得到养分 相信叶子很快就会转为正常 苗都种完了 周围再加一些土 浇上水 找个稍微阴凉凉的地方 帮助它适应新的环境 自己预的罗勒都种完了 谢谢您的观看